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昂斯基 那么我现在在哈尔滨的世大夜市的旁边 我朋友建议我来逛一逛 那么我就来了 我们现在进去看一看 全都是卖吃的 都是在排队吃腰子呢 我也整个腰子 补一补 那来一个羊排来一个腰子 买了一串羊排和一串腰子 结果它从中间剪了一下 变成四串的 我们先尝一下这个腰子 好新啊 还可以 还挺好吃的 你尝一下这个羊排 羊排也挺好吃的 再去逛一逛 再去逛一逛 买了一份暴毒了 因为我发现这条街上卖这个暴毒的特别费量 所以就买了一份 这个应该是属于北京的小吃 那个 尝一下看好不好吃 嗯 还可以 你们刚才一看到呢 他放了很多很多的料 他刚才看我在录像 除了比你多加点多 这夜市 我觉得挺好 我不在这里 如果我在这里的话 应该会经常来这里逛一逛 吃点好吃的 刚才我看到有一个卖昆虫的 到时候我再去买一点昆虫尝一下 这蝎子怎么卖的 蝎子算30 一个是吧 对 那蜘蛛呢 一串 40的 这个是15的 这个15 就钓两个种 哦 这个蚂蚱呢 蚂蚱是一个 蚂蚱是一个 这是什么蚂子呀 这是一个藏宝 一个藏宝 嗯 这是啥呀 这个我是真不敢吃 这个呢 水饼 物购多少钱 510元 给我来一串 哇 那是什么呀 然后给我来一个蝎子 一个蝎子 对 对对对 一共是40 你手里拿这是什么呀 你手里拿这是什么呀 哎呀 你最喜欢吃这个呀 生吃吗 生吃吃吧 啥味儿啊 没味儿 哈哈哈 我们 我们买了三串这个昆虫 一串蚂蚱 一串蚂蚱 一串这个蝎子 呃 我 这个蚂蚱还能接受啊 这两个确实是 真的是挑战 那么 但是我看到我刚才那个小哥 你们也看到了他直接 生吃舌胆 真的是 太生猛了 小伙子 我们尝一下这个吧 好吧 先吃这个蝎子 刚才我问老板 这个蝎子会不会有毒 他说没有毒 但是可以撞羊 哦 多吃点 嗯 嘎嘣脆 鸡肉味儿 还挺香的 但是心里会有一种抵触感 就觉得 不想去吃它 但是老板说撞羊 好那就多吃点吧 哈哈哈哈 吃完会不会 中毒啊 变成蝎子精 不想不能吃了 这个是蜈蚣 嗯 有点苦 有点苦 哦 尝一下这个蜡蜡 嗯 蜡蜡应该还可以 嗯 炸过了不好吃了 好了可以了不吃了 你再去逛一逛啊 我现在想整点喝的 这有卖毛蛋 这毛蛋怎么卖的 都一样吗 这个是蜡蜡 这个是蜡蜡 哦 这个是蜡蜡蜡 哪里的 两个蜡蜡一个毛蛋 两个蜡蜡一个毛蛋 嗯 这个是蜡蜡 一个蜡蜡 现在我买了三个毛鸡蛋 我不知道你没有 有没有吃过 小时候我吃过一次 已经忘了什么味道 尝一下 不要 不要 小鸡 还没有孵化出来的小鸡 尝一下 很咸 但是确实没那么难吃 还有鸡毛 这也是实感 可能我们挖子有嫩吧 它这个主要是在这个酱汁上 对 这个酱汁很好吃 咱们再去逛一下 应该还有很多好吃的 我买点饮料 这怎么卖的 过来这个大白梨 起开 吃了那么多 终于该喝一点了 它上面写的是大白梨 汽水 但是实际上 它是青岛啤酒的啤酒瓶 这应该是一个小作坊做的饮料 味道还可以 就好像雪碧没有柠檬味 然后是梨的味道 这个夜市我们基本上就逛完了 现在算是走到头了 我们尝一尝这个炉珠火烧 还有吗 多少钱一份 过来一份吧 这是那个饼是吧 火烧 火烧 这是豆腐 豆腐干 砸碗 这个是肺是吧 豬 这个是护鲜肉 挺好吃的 我喜欢吃这个火烧 那味道还行吧 嗯 哈哈哈哈 那么好了 各位同学 我们本期视频就差不多结束了 我也吃不好的 那么下期视频再见 你们应该都饿了吧 赶紧去吃点东西吧 好吧 拜拜 拜拜 拜拜